其实我有点变态的 终于公开了 终于公开了 Asia One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罗吉 Asia One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房浩信 哈喽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这次为什么会来新加坡 然后再参加再参加 嗯 我跟子毅这一次来呢 是有一个event 叫做 Let's Talk About Health 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的前后呢 我们只待三天 我们会参加一些 讲座 电台的分享 访问啊 讲座啊 还有一些 Magazine的shooting啊 还有见见自己的朋友啊 除了工作以外 有没有时间是去 去探探走走自己 就是真的没有时间 这次来的工作安排的 满满的 我就 待在房间里面 休息一下 看看这里的夜景 我呢 那就准备在酒店去品尝一下新加坡的美食 哈哈哈哈 那你多尝给来新加坡吗 以前疫情之前 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来 第一次来是因为做这个旅游的节目 所以我们来这边 每一次都会吃到这里最棒的一些美食 当然因为这几年很多时候要on diet 很多时候拍剧的时候也要脱衣服啊什么的 所以每一次我来最最多吃的就是八股炸 肉骨茶因为它没有碳水 我最多最最多就是加一点点的那个油条的一个片进去 把那个汤吸一下吃 我就觉得很棒 但是我自己吃特别喜欢吃辣萨 我在香港如果不用on diet的时候 我经常会点辣萨 因为我很喜欢椰子 所以它里面的椰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还有这边的海鲜很多 比如说黑椒虾黑椒蟹啊 这些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东西 我大概没有八点没有过来 我现在在香港比较留意新加坡的环境 因为我打算安排我的女儿在这里读书将来 我都喜欢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美食 我跟运行一样很喜欢吃辣萨的 但是我没有他们这么严格 每一样我都会强一强 不会多就是怎样 你要多酱还是小酱 好的 我很多酱啊 他说来多酱啊 来多酱啊 来多酱啊 来多酱就多酱啊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 这上一次已经是三年前了 我以为是辣的 他很会吃 他在香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会吃了 我跟他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第一个作品就是拍飞虎 对我们拍飞虎以后就会有很多监制找我们做一些很壮啊身材很好啊的一些角色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他都这十几年一直在投衣服吗 性感的男性 对 对 就会有很多比如说哎呃角色是呃什么警察呀 飞虎队呀 就是身材管理很好的一些角色都会我们在tv 里面去去演 都没办法工作需要吗 其实可能我们我会吧 就就拍那些戏的时候那个时候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觉得也挺好 所以我跟运营生应该都是对角色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最完美 这是奶 这是咖啡 这个呢 桂林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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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些饮品或者是下面的东西可能同时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卡路里 461 等于跑30分钟Cordio 哈哈哈哈 这个味道不错不太甜啊 对啊 那个马拉嘎是 是你的什么 马拉嘎 马拉嘎 对对对 马鲁卡吗 黑色的好甜啊 对对 刚才我的 吸到这碗表面上的黑色的好甜了 哇 但是它甜起来是不会很artificial 像这糖一样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胖 呃可能没有代糖这么胖 那我们先来来尝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福建面 福建面 OK 福建面也是新加坡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菜菜式吧 对它很道地 很好吃 而且这个你吃两口你觉得哎好像怎么好像没有吃一样就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吃了吃了一大盘吃下去你就觉得哎呃我吃了一大盘就是这个味道 这是什么 吃贵了吗 华庄后的就是 哦 哦 不仔糕加点肉松 什么肉松 这是肉松吗 没有没有 菜脯 哦 菜脯不仔糕 那又甜又咸 不甜 看看跟我们香港的不仔糕 有什么分别 因为香港的不仔糕是甜的 有甜的 有两种一种是黄色的 用用黄糖做的 有一种是白糖做的 嗯 我喜欢这个 菜脯啊 这个味道很好 我喜欢吃辣椒酱吗 对 但是 有吗 辣椒酱 我先尝一尝到不辣 它辣到你不吃辣 这个辣酱好吃 但是那个辣度我可以设备吧 好 我也有喝 算什么 我喜欢吃辣椒酱 好 吃辣椒酱 哦 吃辣椒酱 我其实自己也还蛮喜欢吃印度菜 因为我很喜欢 该 咖啡 你吃吃辣椒酱 就烤了 对啊 所以我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那你吃的那个分量会多少 你吃的那种 你解放你 亲身的什么 解放啊 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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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吃饱到饱 没有吃过 好多年没有 哦 太惨了 吃太多就会很内疚 我可以吃饱 然后之后三天四天不吃饭 也是穿完台的 是怎样的 艺人就觉得大家觉得很风光 我会听见你们要保持你们最好用 还温热一点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工作 对 工作一部分 每个工作都有自己的难度吧 嗯 这个配合你做健身 干的肌肉 哇 我这一趟来新加坡 终于可以吃到辣萨了 这个东西呢 就特别特别的香 因为他已经吸收了豆腐嘛 对 吸收了辣萨的里面很多的精华 我不客气了 可以在那一天 哈哈哈 他应该去重庆 你知道我去那个地方吃辣 然后我去哪里最辣的东西给我吃 吃完之后 哎 已经是最辣了 然后他会问你是哪里人呢 广东人 哈哈哈 对啊 广东很少这么吃 对啊 对啊 广东吃辣那么厉害的话 你天生喜欢吃辣吗 其实我有点变态的 终于公开了 终于公开了 对吧 以前吃这个面 面条的时候 会有一个是辣度的面 一开始我会 哇 好辣吃不了 但是我有点变态 就是明天再吃 后天再吃 吃到没有感觉 然后再找一些比它更辣的 然后重复 不停地重复 不停地重复 那个没喝什么都已经吃完了 嗯 吃一下一点 这就是洋人的 洋人的对 嗯 好好吃哦 好像泰国的那种 嗯 椰子的那种 对 它是放了一家 嗯 就今天作为这个饮食的博主 我们今天必须要 做好我们的 对 做好我们的工作 吃完啊 这太好吃了这个 好 你吃完这个 我吃完这个 那因为你们两位是 工作人员 嗯 那你们怎样建议啊 我们没有特别 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但是我 会比较 乐观 乐观一点 就是 自己比较生气的时候 我会先让自己脑筋 找一个情绪的出口 例如 我会静坐 我 还有就是做运动 然后让自己 啊 冷静之后 我可以 会跟自己的朋友 家人去沟通 其实 他刚刚说了很多方法 都是我会用的方法 比如说做运动啊 meditation 换位思考啊 就是 有时候你会因为 某一些自己的 expectation 或者是 主观的情绪主导了很多东西 现在很容易就会 尝试去换一个角度去看某一个事情 不要expect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但是你来了experience了你就会长了一些新的智慧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要体炼的东西 你必须要接受没有完美 接下来可以有什么工作 没有工作快请我们 哈哈哈哈 在新加坡没有 但是 希望可以对不对 就当然了 马上可以 新加坡可以 我们刚才拍 新加坡电视剧啊 新加坡的旅游节目 啊对啊 新加坡电视 多把握机会推荐 哈哈哈哈 因为年纪大了 连笔厚 连笔厚了 接下来 完了这几天 我会马上回内地 要做一综艺节目 就会宣传我们现在 在新加坡 还有在香港也会播的连任剧集 我大概六月五六月会去 马来西亚 就是拍一个电视剧 可能哦对 可能有机会有 这里有活动 两边走 很近啊 不过了一个小时 黑时温的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